保天好榮幸获得普通保险有限公司 连续第三年赞助普通保险奖学金 以鼓励一众普通保险学生努力学习 在学业成绩和学习态度上的进步 今天在座大部分同学获得的奖学金 都是由普通保险捐出的 现在我们将会有一条回顾短片 感谢普通保险三年来的持续支持 这短片包含了三年奖学金的面试花水 当中普通保险的代表 陪同我们见证了很多保险学生的努力和进步 多谢普通保险有限公司 今天都放出代表来参与我们的典礼 现在展开镜头参与这个环节 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普通保险首席人力资源总监 Juliette Chang和我们分享 现在有请张总监为我们致免礼此 是 陈校长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普通保险的Juliette 首先在这里恭喜各位得奖的同学 我也都很感谢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的一帮工作人员和议师 普通保险一向都很支持社区的持续发展 也都特别关注小朋友的成长 所以今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 在陈校长免费补习天地设立普通保险奖学金 加许补习之后成绩有显著进步的同学 今年有接近三百位同学得到家许成绩令人鼓舞 在这里我想邀请大家都给回热烈的掌声给自己 得奖的同学能够逆境自强 取得骄人的进步 这份坚毅的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而我本人也都很荣幸连续三年 获得陈校长邀请 担任普通保险奖学金的评判 我认识了很多追求进步和努力付出的同学 无论有没有受疫情的影响 年龄的大小 他们是就读小学或者中学 同学们都维持着那份学习的热成 令到我非常感动 我知道今天除了有同学出席网上颁奖礼之外 当中也都有你们一班的议师 见证着你们的成长 所以在这里我冲心感谢宝天 同一班议师导师的支持 令到同学在学习上有不一样的转变 相信同学们都会有一伙感恩的心 将来学有所成 都会学习你们无私的奉献精神 去帮助社会上有需要的人士 展望未来 我希望各位同学都把握宝贵的学习机会 以积极的心态 拥抱新的转变和机遇 最后我代表普通保险 祝愿各位同学继续努力 追求梦想 将来为社会服务 贡献香港 也都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 多谢 谢谢张总监着我们的保险 一番祝福和郑货位的面礼 现在可以回到镜头 vi mog几乡 然后再拍一下 浓 我们的細点